我們要的是熟客 要的是常客 而不是觀光客 我現在開到觀光客 什麼叫觀光客? 就是一進來漾漾出好 這個好啊 那個好啊 顏色漂亮啊 體質好啊 最後我不買 他就是不買 才會放心講好 當他開始挑剔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真正的買家 可是我們現在都喜歡聽好聽的話 都不喜歡聽那種不好聽的話 老實講 我就是想買 我才放心的時候不好聽的話 如果我不喜歡買 我講義大利包的電話 可能出去你捅我一刀嗎 講那半天還不買 咳咳咳 那不完蛋了嗎 我告訴你 中文那個思路是全世界最細膩的 它樣樣都想得到 可是你現在學美國那一套 你根本就沒有腦筋了 你有什麼腦筋了 你只有制度 只有流程 你還有腦筋嗎 你去問問西方人 他只有流程 他只有規範 他是什麼腦筋呢 我們這個宣言電影 一眼就知道這個人是來幹什麼的 那外國的電影人怎麼知道你來幹什麼呢 他要到最後才知道你來幹什麼的 中國的電影一進來就知道這個人是來搗蛋的 因為他有益金的思路 因為他有益金的思路